8月22日 也就是七夕 有周冬雨 刘浩然及区处销主演的电影《燃东》将正式上映 与观众见面 为了更好的宣传电影 8月11日 片方放出了一支预告 几位主演也纷纷转发宣传 可也正是这支预告片 将电影与三位主演放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难以琢磨的关系 三人型的晦涩爱情 一次次将燃东打上迷烂 无营样等负面标签 作为女一号的周冬雨 自然难以幸免 而除了影片本身的槽点之外 她与刘浩然的恋情 影片中一段洗澡的暧昧镜头 再次将她推上舆论的缝口浪尖 感情复杂 便凭身材热衷欲玩性感的周冬雨 在一次次差评的声音中 渐渐走向了人人喊打的万劫不复之地 此时难免让观众再次疑问 周冬雨凭什么走到今天 周冬雨为什么还能在娱乐圈混 也许看了下面关于周冬雨的一二三四之后 问题的答案也就怨然指上了 既然这次周冬雨是因为电影成为焦点的 那我们就先从电影说起 因为所有的争议都是从这张电影海报开始的 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相互拥抱缠绕 没有十年的文艺片经验 很难猜出这三人的真正关系 而故事的本身就有些青春疼痛文学的意味在 迷茫忧郁的互飘青年人好风流浩然 肆意自由的年轻人含笑曲褚笑 热情灵敏但又带着秘密的导游 那那周冬雨 三个身份不同但迷茫相同的人 在小城与森林相遇 并开始了一段追逐救赎的心动之旅 捉摸不透的关系 回暗模糊的灯光 一看就是典型的文艺片 而在那张海报之后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三人关系王 再次给观众来了一次头脑风暴 比如喂冰块的镜头 三个鸣鼎大醉的年轻人 舔是同一个冰块 传递方式让观众体验了一把瞳孔地震 周冬雨用嘴巴接过来刘浩然含着的冰块 又用嘴巴递到了曲楚霄的嘴里 关键是曲楚霄还躺在周冬雨腿上 就是什么时候开始 三个人的关系王也变得这么烧脑了 这样的关系导演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拍什么 难道是号召观众三个人一起走进电影院吗 然而冰块暴击的伤痛还没被治愈 周冬雨与刘浩然的大尺度预示戏 再次让观众来了一波瞳孔地震 只见周冬雨洗澡时 作为男性的刘浩然不仅没有回避 反而隔着玉莲将手放在了奈奈的背上摸缩 作为被头盔的周冬雨不仅没有躲避 反而是一脸享受的配合 据内部人员爆料 这个镜头本来是没有的 完全是周冬雨与刘浩然这对恋人自己走心安排的 这两口子真的是公费恋爱了 不过比起剧情 寡众更关心的还是刘浩然跟周冬雨的情况 前段时间还传出了周冬雨的怀孕瓜 所以不少寡众都好奇 这俩人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看两人的热搜 明显也是拿真情侣做营销的 刘浩然被男粉喊老公 有人说周冬雨的反应很甜 还是真情侣好客之类的 但这个热搜有点预盖迷章的意思 因为很多伙众发现在新电影的路演现场 周冬雨和刘浩然几乎没什么互动 就连眼神的互动都没有 怎么看怎么奇怪 这俩人的站位也不太正常 明明是男女主 但是离得特别远 中间可以再站下一个人 对比曲楚霄跟刘浩然的距离就明白 周冬雨和刘浩然是故意拉开的 而且提问的时候刘浩然的头一直朝着另外一侧 表情也没有一点笑 周冬雨看向他想要互动的时候 刘浩然也没有动作 两人在递话筒的时候倒是有互动 刘浩然把自己的话筒递给周冬雨 又去找了新的话筒 全程看起来都非常客气 也有其他真情侣被拍到之后 还要同框营业的 跟他们的表现完全不一样 比如白静廷跟宋义 最起码一看就知道 两人是真情侣 于是不少刮众猜测 周冬雨和刘浩然正是明显已经分手了 最尴尬的就是这种情况 剧还没播完 他俩已经分手了 还得捆绑着一起宣传 所以之前周冬雨怀孕的消息也是假的 也有刮众觉得 这俩人应该不是分手 只是在避嫌 毕竟刘浩然自从传出跟周冬雨恋爱的消息之后 路人员一路下跌 粉丝也跑了不少 要是真的秀恩爱 他对她影响更大 看两人的表现也是这样 周冬雨似乎不必会互动 但是刘浩然那边躲周冬雨比较明显 也有刮众说 要是刘浩然真的跟周冬雨分手了 那马上就能接着做他粉丝 于是刘浩然又被骂了 说他为了自己的发展 丝毫不考虑女朋友的感受 这个时候毕嫌还不如大方承认 路人员又跌得更厉害了 据以往来看 这俩人去嘎奶的时候 其实还挺正常的 互动也不少 完全没有避嫌 那时候也还在一起 算算时间 拍摄燃东的时候 就正是周冬雨和刘浩然 因戏生情的时机 两个人在影片里 还有各种大尺度戏份 气氛暧昧程度可小而知 但电影中大尺度戏份 也是让周冬雨因不够性感 再一次翻车的原因 因为如果换个人来演这场 暧昧不明的沐浴戏 就会在文艺的基础上 更多一份诱惑 也多了一些挣扎与抉择的意味 但偏偏 女主是不分正反面的周冬雨 从出道至今 周冬雨从来没有因妖娆被人关注 甚至从一开始 她的颜值就是备受争议的 在小县城长大的她 学习一般 相貌一般 身材一般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曾学过一段时间体操 身体够柔软 但就是这样平凡的她 却遇到了不平凡的人和事 当年张艺谋在为山楂树之恋选绝时 百花丛中一一走过 偏偏选中了穿着校服的高中生周冬雨 并且表示 除了她 谁也演不出来独特美丽的静秋 在经过了长岛系统的指导与培训之后 周冬雨果然以静秋的身份走上了大阴幕 回头一笑 纯净无暇 那一年的周冬雨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初恋 还获得了最佳新人奖 因为拍戏错过当年高考的她 还在张艺谋的牵线下 成功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 正式开始学习表演 看起来一部电影就帮周冬雨完成了人生的逆袭 但在此之后 当大家用娱乐圈的审美去审视周冬雨时 属于她的差评也席卷而来 说话时的沙哑 被人称为公鸭嗓 还因此获得了一个小黄鸭的外号 身高偏低 身材变平 五官紧凑 永远给人一种没长开的感觉 成了观众口中的最丑谋女郎 但就是这样的她 却在有了一定的名气之后 开始学习走心肝路线 出席活动时 不是高开插礼服 就是抹胸露气装 越穿越大胆 越大胆越尴尬 露得越多 越让观众看到了她空空如也的事实 每次五胸都被人笑对 五了个寂寞 即便是走上嘎南红毯的她 也是穿着大胆的露背装 从后面看美背仙仙 从前面看一马平川 无论怎么大秀春光 总给人以小孩偷穿大人衣服的济世感 自从她爱上走大胆路线开始 关于周冬雨的评论 总少不了尴尬二字 但不论别人如何评论尴尬 对于周冬雨来说都无关紧要了 因为她在电影圈的地位 早就不是一个演员那么简单了 这个从小城镇走出来的女孩 比我们想象的更聪明 在通过山楂树之恋走红之后 周冬雨就进入了北映学习 虽然成绩一直为人诟病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在这里真是美少学心眼 在当年的二章事件中 就能看出周冬雨的人情事故没白学 当张艺谋与张伟平翻脸对簿公堂时 也到了谋女郎们选择恩师与资本的时候 妮妮就是因为坚定地选择了张艺谋 导致几年里资源没有跟上 险些在昙花一现之后引入沉烟 相比之下 周冬雨的做法就聪明多了 不仅选择了资本方 还用一段滴水不漏的话术让人佩服 我的合同在张总这里 日后如果张艺谋导演叫我的话 我一定回去 做出了选择又不得罪人的周冬雨 很快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在中间人的介绍下 认了更大的资本杜央为干妈 顺利给自己找到了强大的靠山 之后她又主演了杜央一首 为她打造的宫索心域与铜桌的你 彻底完成了像文艺女神的转型 尤其通过七月与安生 她与马思纯在金马奖上的影后双黄蛋 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 她也成为是最年轻的三金影后 而真正让她从初恋恋 转变成演技派的电影 还得是与易烊千玺搭档的少年的你 25岁的周冬雨 演起16、17岁的高中生陈念 毫无违和感 作为一个被霸凌者 她演出了陈年的恐惧 绝望、无奈、反抗、躲避等多种情绪 丝毫看不出表演痕迹 这部电影让周冬雨走上了巅峰时刻 但也是在此之后 她人生的另一面 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陈念在影片中有一段戏是寸头 当时导演为了拍得更加真实 提出让周冬雨剃头上阵的想法 当然了 她是非常舍不得自己的一头秀发的 但为了电影 付出是完全能理解的 但她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条件 我可以剃头 但要剧组剃头陪我一起 于是那段时间 周冬雨就拿着一个推荐 在剧组到处突袭 越来越多工作人员 顶着一头怪异的发型 这才有了后来这张 其乐融融的光头大合照 从影片中的被霸凌 到真实生活中的霸凌者 周冬雨越来越多 没素质的往事被扒出 比如头牌小女孩换纸尿裤 比如综艺一直嫌王殉脏 比如嘲笑闺蜜马思纯有肥胖文 比如以前约为名 逼迫17岁少年 一桩桩一件件累积下来 周冬雨的名声 也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而与刘浩然的恋情 则成了压垮名声的 最后一根稻草 消息刚传出来时 大家都是不相信的 毕竟这两人 无论在地位上 还是形象上 都相差甚远 尤其周冬雨 曾先后与林更新 于文乐 阮经天等人传出过绯闻 但时间久了之后 大家发现这两人 不仅没有辟谣 反而眼神越来越拉丝了 甚至在嘎奶沙滩上的相遇 都给人一两口子 办婚礼的感觉 因此 当周冬雨与刘浩然 在燃东中的沐浴戏传出来时 很多观众已经从角色中剥离 完全是在看两人的恋情 公废秀恩爱 平板身材秀性感 难以理解的三人形 一次次将周冬雨推上热搜 但不可否认的是 无论网友怎么讨论 周冬雨在影坛的地位 早已不是那个害羞紧张的小女孩 北京电影节上 她是站在恩师张艺某身边的评委 让人早已平起平坐 大型晚会现场 她与一众大佬坐在第一排 与大哥成龙的位置紧挨着 主演的电影燃东 还没有正式上线 仅靠一次首映 就入围嘎奶电影节 并且已经获奖 这才有了她能嘎秀性感的资本 黑与红代表的 是演员周冬雨的两面人生 而刚刚上映的燃东 对于她而言 到底是加分项 还是成为黑历史之一呢 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有答案 我们下水化 private 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